新接牌 台中快捷八市公司正式營運接牌 由副市長蕭家綺兼任董市長 為正在籌備的藍線公車營運做準備 BRT是一個跨時代的一個新的建設 所以如果做好的話 那台中市的大眾運輸 會進到一個新的時代 所以我特別跟議員報告 也特別跟我們通訊報告 那今天是責任的開始 我們明年底要開始試通車 接下來還有六條企劃 能夠趕快來做 讓大台中的交通建設改善 能夠獲得更大的進展 台中市計畫打造六條快捷八市路網 現階段規劃新建的第一條藍線 就是台中火車站到沙路靜宜大學 全長17.2公里21站 明年初工程將陸續發包 整體的進度 現在所有的招標案件 都在進行 那車輛標的部分 在下個月會招標 那土建跟機墊的部分 預計明年底會招標 明年初 明年初我們發包完成之後 明年初就會來做 那個上網招標 以及施工的動作 那我們會開十個工作面 預計呢 希望能夠把十個月 就能夠完成所有的工程 來把它執行完畢 藍線從明年初開始動工 計畫年底要試營運 而明年度的公車是否 還是享有8公里免費優惠 大家都很關心 明年我們希望民眾多多搭乘公車 所以明年8公里免費 跟轉成8公里免費的部分 繼續維持 那這一部分我相信 市議會也會支持 提升民眾便利生活 是否積極建構交通路網 未來完工後 快捷巴士跟室內公車票價 將重新訂定 不過副市長表示 以體貼市民為出發 快捷巴士的票價 一定會低於室內公車 也鼓勵民眾多加利用 近日軍台中採訪報導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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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